第四天賽程 好各位觀眾朋友們 緊接著來到我們今天32強賽的第四天賽程 也是最後一天齁 那第二組的對戰組合是 挪威選手的viper對上越南選手 say my name 那viper這位選手就不用再介紹了 RTS界的神人 好吧 前面才剛拿下C帝國4的冠軍 被毛病跟過來 好像是viper卡的高地 viper把石頭賣掉了 viper應該是在想說 他升級落後了 然後才把石頭賣了 而且他這個位置不好開TC 要先夾一波 say my name這裡打得很好啊 搶到一個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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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毛病弄的viper不要不要了 這裡viper趕快蓋個馬就出肉馬來解 viper13村 我們 viper雖然如果要認真打的話 應該是 1489碾壓say my name沒有錯 但是他必須練習啊 一下四代一下二代他必須練習啊 所以我是希望他32強開始也是很認真在打每一把 不然他等一下16強8強 他是在B組 假設進到B組小組循環賽 有Hera跟Jordan 然後還有Ventress的什麼的 都很強啊 沒有一個是Vark 他最近都沒有在玩二代 我覺得他不能亂玩啊 亂很難 是會翻船的 嗯 與其說viper這盤打的沒有很好 我覺得say my name這盤 他打的很好 say my name沒有什麼明顯的失誤 say my name真的沒有明顯的失誤啊 這一把 哇 這一把 我覺得viper真的很難贏 因為say my name這一把打得太穩了 沒有破綻 家裡都是城堡 把viper的多線給守死了 目前啊 目前 確實現在viper一直想要打出東西他沒辦法 前面他小逆風viper 可是say my name一直擴大這個優勢 他沒有做出一些很奇怪的就是讓viper打回來的東西 然後他又在這裡蓋寶了 他慢慢的慢慢的控制地圖 不急 點遊俠了 哇 這個遊俠上來 黃戰士頂得住嗎 哇 哇 這個弩炮還在後面 還有植埔兵 誰買NNN這一把 那麩炮 啊 好 啊 啊 啊 GG 1比0 say my name領先 這些維京都打不贏 所以這一盤就由say my name獲勝 啊 1比0 viper暫時落後 好各位觀眾朋友請接著來到今天32強賽事的第四天賽程第二場的對戰 那 目前是say my name1比0領先viper 那第二場的文明是印度對上打打 viper這邊換套路了 viper趕快要先來搶一個先手 壓制 say my name say my name是一個肉碼開局 18村點 他目前如果沒有發現viper這一波 viper會賺很多 把viper動手了 走不掉 走得掉嗎 卡車 先買念虧了 哇 這裡 19村對23 viper這邊23村才上來然後沒有被打到viper很賺 啊這一把viper有機會就前面就秒殺了 呃 照這個節奏來看viper是一個小弓配置 等一下出肉碼的say my name為了要解小弓 可能還要轉毛兵 上來城堡會晚 viper會先上來城堡 viper馬功會先出來 然後這邊可能say my name圍不起來 會直接被馬功射穿 這一盤可能就結束了 好這一盤viper現在優勢非常大 這個主經 現在下劍塔 喔怎麼又有蚊子好討厭 啊我覺得這邊隨時會喊GG 喔say my name隨時會喊GG 啊結束了 啊這一把結束了 viper一個黑塊 節奏帶起來沒有給任何機會結束了 這個對say my name來說太痛苦了這一盤 啊整個節奏都不在他手上 從那個18春急速流上來到現在 那個三棒棒開始 好結束了 呃這一把viper是一個完美演出 呃 呃viper一個完美演出 庫曼打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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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封建會 頭破血流 哦 哦 這邊庫曼打凶人 雙方目前一比 呃viper這一盤拿庫曼打凶人 庫曼被改動過了哦 射箭廠跟馬就有一個建築物是一百一百木材 對 viper會打開農嗎 我 我覺得他這把打強軍士會好一點 viper viper要開tc 耶 哦 viper是一個開tc打法 為什麼viper這邊挖石頭 可能會有人在問對不對 viper為什麼在挖石頭 他現在在挖什麼 他在挖一個tc蓋下去之後 還有一個箭塔可以蓋 哎呦viper打防守啊 ok 這邊say my name已經看到了 viper要打防守 馬上來了 其實庫曼 viper最近很常玩 上次的大比賽 那個 holy cup 他也是首選庫曼的樣子 好像是啦 反正他就是都有玩庫曼 viper這一套 很常玩最近 有玩二代的比賽 他他都有 他都有玩庫曼 然後他沒有 他也沒有輸過 然後有一把 我忘記是誰 Mr.Yo Mr.Yo打viper 還誰 那場好像是庫曼 打賽爾特 最終也沒有把viper打穿 城堡 封劍待了很久 viper他這個箭塔防守 很到位 可是我覺得要打贏viper 他這個打法 還是要箭塔塔 會掉 雙方關鍵就是這三個寶了 這三個寶了 這個寶掉了 這個黃金解放 viper很爽啊 馬功 金茶就會起來 如果viper這兩個城寶掉了 沒有金茶 這一盤viper就完蛋了 很難打了 viper應該沒想到自己 居然被打成這樣 我viper應該沒想到 會不會直接viper 直接去四代了 viper會不會直接不玩二代了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哦 但他應該是 如果假設他沒上去啦 面子掛不住 他還會回來復仇 但是32強 32強 其實目前是32強的比賽 剛剛 SemiName在城堡後期 viper剛上來帝王的那一波 衝車頂進來 viper為了手 把騎士都換掉了 他那格子嘛 沒做事 OK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那現在是SemiName2比1領先哦 Viper出道到現在為止 我還真沒看過他32強止步的 我還真沒看過他32強止步的 所以他現在挫了一彈 他現在挫了一彈 好休息一下 oh my god 勃勃打勃根地 OK OK viper這一盤 viper這一盤也辛苦了 好各位觀眾們 緊接著來到我們32強賽的最後一天賽 目前還是台灣時間已經4點了 那目前戰況告急 viper 2比1 1比2落後1比2落後 然後這一把是勃勃打勃根地 我先說為什麼我覺得viper很難打 勃根地很難打勃勃 勃根地很難打勃勃 勃根地強的是什麼 馬上青裝兵 比如說像剛剛龍老師的那一把 馬上軍裝兵這樣打反也是可以的 但是 勃勃 他是什麼文明 他反忌兵文明 反馬功文明 馬上軍裝兵這一把不會出來 因為勃勃不會有馬功 他只有弱功 弱功出來也是很後期的 所以viper這邊不會打一個青裝兵 如果要打的話這盤他輸的機率太高了 viper只能打開脳 viper只能打開脳 那也是屬於他個人的 哦呦 屬於viper他個人的風格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勃根地打重裝格子嗎 還是遊俠 完全被勃勃能克制住 勃勃有駱駝套餐 勃勃有駱駝套餐 第三個 勃勃不會出步兵 勃根地的火槍兵這一把也不會出來 勃根地強的東西這一把都不會出來 雖然勃根地還是要出遊俠 還是要出其他的東西 但是 打呼應勃勃 正面來打打呼應勃勃 我這一把viper很難打 viper真的很難打 而且viper前面還要防守 勃勃萬一打強軍士 我不知道 這波same my name這個塔 沒辦法 哦他這個控的很好哦 鋼兵不要死的話 肉馬寫不上啦 same my name已經破出去了 這邊射到viper一村 可以接收 他這個塔掉了沒關係 射到一村可以的 哇 same my name拚了耶 想辦法打穿viper耶 viper這個石頭找到太關鍵了 這個石頭 其實石頭離他蠻遠的 反應還是很快 這邊viper反應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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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穩 應該穩了 應該穩了 哇靠 你們這個這一把 他們都要打成這樣 哎 官方是有叫那個嗎 viper加菜嗎 來來來來來 加菜加菜 viper 打刺激一點啊 這個跟他手感我覺得還好 伯根蒂跟庫曼 其實都是同類型的開農 可是庫曼他是開2TC 他木材就不夠 那開農的話伯根蒂還是強一點 就是比較穩 那這個最關鍵 就是這邊的塔 第一個塔 我覺得雙方沒有問題 第二個塔 say my name來這邊 這個塔沒有屁 沒有屁用 要就要繼續在這個主經給他壓力哦 給viper壓力哦 呃 say my name 繞來這裡 say my name 繞來這裡 他家裡有防守嗎 我看一下 這邊只要他有洞 viper騎士要來了 好像這個東西 viper其實剛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拉上去打 哈哈 好拉上去打 好拉上去打 哈哈 好拉上去打 已經viper已經發現他 他這樣子浪不行了 現在就拉上去打 viper點格子馬 不濃了 格子馬 想起他那個打打人的那個 支配的感覺 哇 這邊不行了 same my name 跟不到了 這邊跟不到了 哇 GG 2比2 這邊還在插塔 哇 哦天 牧區這裡有 那還好 哇 same my name 還能擠出一些駱駝嗎 不然家裡會裂開 38村隊 43 塔一座一座的來 但是塔不會再有了 已經沒石頭了 被砍了 哇 靠 viper要補馬救 ok viper應該自己也知道 他不能打 打地王 不要打地王 不要打地王 火槍兵可以打駱駝嗎 可以是可以 但是 伯伯他這個不跟你打駱駝啦 你出火槍兵他要出格子嘛 直接把你吃掉啊 他便宜馬爆啊 拖到後期 伯伯利不要啊 看一下viper 等一下遺跡減一減 就直接打強軍士了吧 看要不要直接臉上插寶 好直接 格子馬硬怪 現在same my name 他的經濟不好 伯伯利跟伯伯 伯伯的經濟是不好的 伯伯跟利的經濟很好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方方這個城堡 現在既然viper有優勢 我覺得他不要農太多 哇 same my name分很多隊 一隊 兩隊 三隊 二二二 ok viper要決戰了 啊 這邊比手術 啊糟糕 same my name這邊的勝率 沒有在空走太前面了 啊果然插寶了 viper 不太會前置插寶的 這邊直接正面硬鋼 呃 viper的格子馬 好像吃不動哎 哎哎哎哎 駱駝太猛了 我的天啊 現在伯伯利都吃不動這個駱駝 我等下等他長大 怎麼吃 viper要怎麼吃 viper要怎麼吃 viper轉槍槍兵呢 吃不動了 哇天啊 這邊這個寶還卡著 viper用這個騎士卡著 哇 哇真的我跟你講啊 我跟你再往後拖 來駱駝 套餐成型 很無很絕望的 就是viper很認真在打這一盤啊 他其實都在認真打 完蛋了 我cmine很強哎 但是真真這一把伯伯真的是有優勢啊 說真的啊 然後現在 逼viper出槍兵 好混搭槍兵 哇 我覺得啦乾脆啦 viper要嘛就是等一下前置壓寶 槍兵前置壓寶 要嘛槍兵加衝車 趕快硬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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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邊很好了 不能往後拖 還好cmine這場經濟已經被打到太多了 如果他有一個寶在家 我會往後拖更久 我沒有預期 我以為我今天 我以為我今天是四天以來播最快的 就以這個對戰組合 結果每一把都給我打到最後一盤 哇 下一把cmine應該是瑪雅的沒錯 如果是瑪雅viper不能拿不列天 如果是瑪雅viper不能拿不列天 viper還有什麼 viper還有越南 越南不能打瑪雅 我想一下還有什麼viper viper的 好拒絕 我先想一下viper等一下可以玩什麼 我看一下 下一把很關鍵 來 來 沒有不列爹 呃圍巍巍巍巍跟地沒了 庫曼沒了 達達沒了 剩越南跟不列天 viper剩下越南跟不列天 say my name有瑪雅跟伊索 呃 呃 怎么办 怎么办 say my name已经是拿瑪雅吗 完蛋了 完蛋了 viper的viper这个ban pick 呃 viper viper剩下越南跟不列颠哦 哦 怎么办啊 他这个pick 不列颠打玛雅了啦 伊索打不列颠 伊索不会出来为什么 伊索打不列颠跟越南没有什么优势 viper打到拖到后期 viper如果拖到后期 say my name打不赢 所以他不会拿伊索 如果他真的思路是这样的话 他拿伊索没有任何的优势 他伊索也打不赢越南 打不列颠 viper拖到后期 伊索也打不赢 所以这边一定是玛雅 我先把那边拿玛雅 我最好是拿老英出来玩 直接跟viper决战 把他贯穿 viper这边前面还是只能守 那viper可能会拿不列颠 因为有长剑兵 越南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viper认真打的话 他不列颠比较强 好 大概是这样了 好啦 不列颠啦 OK 不列颠打麻雅 这边 这边 viper需要注意 两个时间点 两个 我很认真说 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封建 封建要小心 怎么小心 这一盘双方一定是三名兵起手互尻 哦 这一盘一定是三名兵起手互尻 好 然后封建打小弓 但是这里viper要小心 say my name 会不会直接打大封建 然后出老英打 viper要小心 say my name状态很好 有可能会封建老英 all in 直接来干一波 viper这个不列颠 他没有守长优势 在封建是非常烂的 viper要小心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时间点 地出 如果玛雅直接转老英 viper没上来 那他自己小心 就这样 好 解释了 viper羊被偷 viper的 viper的犀牛被偷 那我估计 谁买那要打大封建 ok say my name 他不会想跟viper 打到后期的 难打打大封建 老英直接 攻防直接点一点吧 老英直接攻防点一点 直接把不列颠给打穿 就这样封建 我是说封建 我是说封建 不行哦 viper 會不會偷 viper 要不要偷 viper 要不要偷 viper 不偷 viper 兩只羊跟一只豬沒了 viper 要打裝甲 當然這個裝甲是原本就要打 現在被弄到一個沒食物 不不裝甲 等一下人家裝甲來直接GG holy shit viper 已經來這裡吃斑麻了 我的天啊 say my name 給王者 viper viper 壓力 給好 給滿 2比2 開局 viper 一個這個開局 哦 這邊有可能 viper 會被秒殺哦 怎樣被秒殺 他裝甲直接後面接兩只小弓 viper 直接GG了 viper 還上不來 viper 的圖也沒辦法死圍 viper 圖沒有死圍 viper 拉這個村民 哇 ready viper 以為他在玩世紀帝國4啊 打黑塊啊 蒙古少戰流啊 這不是4代啊 viper 你看看他狀態多差 完蛋了 我覺得 viper 他已經 挖在蛋 這邊 這邊的抖動是很好的啦 viper 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viper 要趕快尾耶 viper 要趕快尾耶 哇 這一個冬天沒有viper的陪伴 怪怪的耶 哇 包夾這一波 say my name name 真的要say他的name呢 viper 還沒有 還沒有 點封劍 巨大壓力哦 人巨哦 哇 這邊瑪雅要不要直接決戰啊 大封劍 真的真的真的 直接大封劍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有餘力可以加入一下頻道啊 不然 這邊要圍一下嗎 viper 要用這樣子的解法 有餘力支持一下這頻道吧 不然我很想看 那我就好像有點撐不住 身體快壞掉了 不然我正常撥到這個東西 我一定會站起來叫的 嗨起來了 viper 現在 一個射箭長 哇 這個如果沒守住 直接進來就炸開來了 4級 可以賣要不要賣石頭 那邊那邊要賣石頭 直接all in啊 現在不趁viper病的時候 打掛他 賣石頭了 賣石頭了 打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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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哇靠 後面再堆了 哇 再賣一點點城堡 viper這一波抓到老硬還沒上來 先射一波 我先射V 哈哈哈哈 嗯哼哼 deswegenviper還是要守一下啦 弗烈天的優勢要來了 射成加成 長劍兵加弩兵守住 CY內已經all in 了 大家還記得紅牛杯第四屆嗎 Viper用不列顛 Viper用不列顛打贏ACCM的阿茲 Viper用不列額 大家心臟是不是已經快跳出來了 Viper用不列額 1.1 哎呀 剛剛那一波 save my name 我這邊save my name 老鷹 小心有漏洞 現在老鷹有二防 現在比操作了 現在比操作了 save my name 現在補的是衝車 他補這個衝車 不是投石車 也不是弩泡 是衝車 save m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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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投石車有機會找到viper啊 結果裏面是個衝車啊 很急著想要頂進去 現在換阿茲 呃不是換瑪雅可能 看要不要開農回來了 他這個只有純老鷹 Viper已經守住 Viper已經守住 Viper已經守住了 哈哈 這奴砲很多 這奴砲很多 都沒射到 卡這個高點不錯 卡這個高地不錯 Viper用弓兵部隊慢慢的解這個奴砲 這波決戰 Viper的長劍兵 Viper常見兵 再POP一下 這邊低了一個木牆 卡著 沒事 OK Viper守住了 Viper 前進16強 Viper守住了 1 2 2 6 3 2 3 隨時進來的看到這比數 他媽的以為是冠軍賽你們知道嗎 人家會以為是冠軍賽再補一個 Say my name 拚一個投石車了啦 因為他現在ALL IN了沒有TC了 啊這邊 這邊 有機會串燒嗎 老鷹上來 劍兵往後 呃這邊say my name 要直接打 這邊viper繼續拉打後面常見兵常見兵POP一下 常見兵POP一下 啊不行了機器了 恭喜viper前進16強睡覺去 還沒結束是嗎 我看一下看一下 我等一下還是會撥拉我等一下還是會撥拉好不好 viper的控兵 viper的控兵 這一把 拉好拉滿 viper的圍牆 也拉好拉滿 viper也不敢失誤啊說真的 viper剛剛封建只要有個漏洞還是什麼的 他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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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拼一發嗎 呃 呃 拼一發 但是viper現在被砸到還不會輸啊 viper如果被砸到一發 也不會輸現在 viper都用這種方式來幫助自己回復到自己的那個遊戲的meta 呃 一發 決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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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控兵了 常見兵分隊 viper控兵大勝完蛋 viper的控兵 屌癡 屌癡 viper的控兵 屌癡 完蛋了 viper都是這樣子在練習的啦 他會不會等一下打贏他給我去開四代直播 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打贏 馬上去開四代直播 我們恭喜viper 金濤海浪中 逆轉獲勝 viper逆轉獲勝 我的媽呀這到底是什麼系列賽啊 看看他媽呀 我們會不會打贏 呢 這個影片 我們兒的男兵 菜單 Invest by bwd6